你正在收听的是原创Shock Podcast 欢迎收听 Ivy老师带你一起 好好谈恋爱 哈喽大家好 我是Ivy 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 好好谈恋爱 其实情感问题婚姻问题 是伴随我们一辈子的 一个话题 可能人生当中大家觉得 比较重要的部分就是 事业啊家人啊 那其实情感呢就是 家人的这一块为什么 其实很多人谈恋爱最后都是会往 婚姻的方向去努力啊 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能觉得 不结婚也没有关系 但是它的的确确是我们 人生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在于啊当我们的情感关系 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种不良的情绪 不开心的状态 它是会非常容易就影响到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社交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方方面面 所以大家对于感情问题的处理 一定要重视起来 我咨询的case里面啊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哎我还年轻 我把这个关系搞糟了 没有关系 我还有下一段关系 但是你如果这一次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这种类型的问题就会反反复复的出现在 你后面的感情关系里面 你就会发现啊你好像花了5年 10年15年的时间 你依然在解决同样的问题 那如果你在面临这样子的状况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我们的节目 从第一期开始听 其实是会收获很多的 感情里面的问题啊 它无非就是那几种 你找到了那个解决问题的那个关键点之后 你就会发现很多问题 其实都迎刃而解了 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这个话题 今天的这个话题呢 也是一个女生的故事 她来找到我 其实是面临她人生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选择 她发现她的未婚夫呢 出轨了 大家要知道这个身份 她不是一个男朋友的身份 男朋友的身份的话 你要分手相对比较容易一点 我们俩说好就好了 但是未婚夫的身份就比较不一样了 就是我们俩已经计划进入婚姻了 至少双方的家庭就这件事情 其实已经都确认好了 不然怎么会叫未婚夫呢 对不对 然后呢 她发现说 她的未婚夫和这个男生的 就是公司里面的女生出轨了 那当下她是怎么发现的呢 因为她们已经是住在一起了 那有一段时间呢 就是这个未婚夫就回来的特别的晚 有的时候呢 甚至到后半夜才回来 那有一天呢 她依然回来的特别晚 然后呢 洗完澡之后就睡觉了 可是呢 到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呢 她的手机又亮了 女生就睡得特别浅 就觉得 啊那没关系 我帮她把手机关机一下 不要影响到她的睡眠 可是她去帮她操作关机的 这个动作的时候 就发现有很多很多的提醒讯息 其实正常来讲 有很多情侣之间都会相互交换 开机密码啊 然后或者说你的指纹也可以开对方的手机啊 对吧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嘛 那以前她和她的未婚夫 她们是会共享手机密码的 所以她就很自然的觉得说 那我就用密码打开之后 帮她关机这样子 可是她去试的时候呢 那个密码已经不对了 所以呢 她就觉得 嗯 这个里面应该有问题 女生的第六感 就让她默默的 拿起她未婚夫的手 然后用她未婚夫的指纹开了那个手机 然后结果的确看到说 她的未婚夫 其实跟她的女同事之间有非常多 就是已经越界的言论 然后呢 在聊天的那个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知道说 她们之间其实已经发生了一些什么 所以她当下就非常非常的气愤 可是这个女孩子 其实还是蛮能忍耐的 她就觉得已经是后半夜了 她就没有把她的未婚夫吵醒 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 才跟她的未婚夫摊牌说 我已经发现了这件事情 那男生当时呢 是立刻马上就道歉了 立刻马上就表示说 是她自己做错了 她不应该出轨 那当时她给到的解释是说 是因为公司去team building啊 然后喝醉酒啊 然后就呼呼蹦蹦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可能那个男生也一时间 想不到更好的理由借口去讲 所以呢 她就跟她描述了说 是因为这样这样子 但事情发生之后呢 那个女生就一直缠着她 虽然男生呢 就是会觉得说 这个只是酒后 她不知道的状况下 发生了一个错误 所以她就不想跟那个女同事 有什么互动 但是那个女生呢 好像有抓到她一些把柄 然后就是会一直缠着她 那男生也是一个 无可奈何的状态 但是呢 她就非常诚恳的 跟自己的未婚妻道歉这样子 那这个女生 她来找到我的时候 其实她非常困扰的一个点 就是在于 她觉得说 她还是相信 她的未婚夫说 出轨这件事情 只是一个意外 不是说真的 和她的女同事 发展了恋情 因为毕竟 她们已经要步入婚姻了嘛 可是呢 她内心还是会觉得说 如果我这一次原谅了她之后 以后会不会再犯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只要我的另一半出轨了 我一定绝对无法原谅她 其实在我们实际的 这个咨询的过程中 状况其实和大家想象的 和你们自己觉得 自己能够做到的 有很大差异 其实有大部分人 在一开始知道的时候 都是会觉得说 我肯定没有办法 跟她在一起 但是可能你冷静了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之后 其实有大部分人 她还是会选择原谅的 因为当下那个 要失去这个人的 那种痛苦的感受 会牵引着她 觉得说 不然我再给她一次机会好了 这个就是现实 我们在咨询 其实这种状况 是非常常见的 所以我们平常 不要觉得说 好像 如果我的另一半出轨了 我一定会怎么怎么样 你没有到那个境地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难 感同身受的 所以只有到了那个境地 那个当下 你的感受 才会告诉你 你想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那我们回归到这个故事里面来 这个女生呢 她其实已经要选择 原谅这个未婚夫了 但是她纠结的点是在于 这个人未来还会不会再犯 那我们分两个部分来 讨论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点 就她未婚夫这个人 到底是值不值得信赖的 这是第一点 要去想清楚 搞明白的事情 第二点 就是一个比较普遍性的问题 到底有哪些行为 或者是哪些个性 或者是哪些问题 其实是很难改变的 就是假设这个人犯了一次 他以后可能重复再犯的概率 非常非常的高 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清楚的 两个话题 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实这不分男女的 因为有男生出轨 也有女生出轨 可能大家看到的新闻 比较多是男生出轨 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 女生出轨的数量 其实也是不少的 所以我们不分男女 男女平等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点 那她的这个未婚夫 到底值不值得再信赖 大家也知道 艾菲老师通常不会 直接告诉她说 这个人讲的是真话 这个人讲的是假话 给出一个判断 其实对于专业的咨询人士来讲 不是一件什么难事 但是我给出这个判断 对你以后 有没有更有能力 去掌控自己的感情 是没有任何帮助的 所以我的做法 通常会是 让你自己去看清楚 她到底有没有在撒谎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有让这个女生 仔细的去回想 她男朋友讲的这些事情 到底符不符合逻辑 你想象一下 如果说 假设真的是 跟她男朋友讲的一样 说这是她 就是team building的时候 喝醉酒发生的一件事情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状况下的话 她就应该赶快停止 而不是愈演愈烈 又跟对方聊天 然后又很多天 就是比较晚回家 然后她说是因为有把柄 握在对方手中 那她也没有交代清楚 到底是什么样的把柄 因为在聊天的记录当中 其实男生还是很主动 有在回复的 如果你认真去看 一个人聊天的状态的话 你是能知道说 她的状态是 因为有把柄在别人手上 无可奈何 没有办法 需要去敷衍做这个聊天 还是她自己 其实也是挺enjoy 在这个聊天里面 也是挺喜欢跟对方讲话的 如果说她是敷衍的话 我相信一个人也不会 到半夜还很热络的 在跟对方回复 对不对 因为敷衍的回复 可能是 嗯嗯 好 我要去洗澡了 我要去忙一下了 对不对 就是聊两三句 就不想再聊下去了嘛 但是他们的聊天 却是你来我往 一句来一句去的 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到说 整件事情并不像 她的这个未婚夫 讲的那样说 哦 我只是没有办法 才跟她维系这种关系的 所以在这里面啊 就是大家一定要 冷静下来去看 看 不是去看这个男生 他到底跟你解释了什么 而是要去看 他的行为做法 是不是跟他说的一样 一个人可信不可信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 他是不是能够说到做到 他说的跟他做的 是不是同一回事 而不是说他说的有多漂亮 说的有多合理 这一个原则 在交男女朋友 找老公 找老婆 找合作伙伴 找朋友 等等 都是一样的 不要看一个人讲的天花乱坠 事实上他根本就是做不到的 我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 多多少少都有遇到过那些人 哇 讲的可厉害 可厉害 可厉害了 但是他实际却做不到他所讲的这些事情 他可以和一个人喝过一次茶 就讲说 我有一个朋友 我跟他很熟很熟的 他的资源都可以给到我 但其实他可能就只跟那个人喝过一次茶而已 所以大家要认真的去分辨说 他讲的到底是不是跟他做的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男生 他的表现其实就是很明显的 他是不值得信赖的 那我们讲到最差最差 如果这个人就是不值得信赖的 但是呢 这位女生他还是很想给他一个机会 可不可以 那当然也是可以的啦 因为这个人生是你自己的选择嘛 但是你在选择过后 你要心里做好准备 这个人他第一次可以以这种方式来解释整件事情的发展 也许他以后犯了别的错误 或者同样的错误再出现的时候 他很有可能还会顾忌重拾 再来跟你解释一遍哦 如果你可以接受的话 你实在是放不下 割舍不下 都没有关系 实在是太痛苦了 都没有关系 你可以选择原谅他 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所以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做好心里的准备 明白吗 好 所以我其实也有让这个小姐姐 他自己去做出一个选择 因为选择是他自己的 但是我们作为咨询师的话 要教会他如何去分辨 好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到底有些人犯过某些错误啊 出现过某些问题 他以后会不会再犯 这个问题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其实你们也可以在节目下面留言啊 或者片幕啊 你们心里的想法是怎么样啊 那其实 艾比老师要告诉大家的 你不要试图去改变别人 因为改变一个人太难了 你改变自己都那么难 更何况你去改变别人呢 对不对 一个问题 如果说他这一次犯了 他下一次重复再犯的概率 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你可以去判断说 我的另一半 他一定是真的会改的 这个其实是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去琢磨 去发现的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你不要等到说 一个大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再去做出这样的判断 你要平时看他的一些 小事情去处理的时候 他有没有说到做到 比如说 你们每次约会 他都是迟到的 然后你跟他提出来说 我很难接受 你每一次都是迟到这件事情 那对方也觉得说迟到不对 他会来改正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看他 他下一次还会不会再迟到 可能他没有办法 一次他就做到不迟到 这个是非常有意志力 品格非常端正的人 说一次做到就做到 这样子的人太少太少了 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 这样的一个人的话 我觉得他真的是太厉害了 就他说到他立刻可以改 那这样子的人是值得信赖的 可是有一些人 他是觉得迟到不好 他也很认真的告诉你说 我会努力去改 但是可能一次改不过来 但是你就观察他 可能他以前一次 要迟到一个小时 他下一次 他就迟到30分钟 再下一次 他就迟到15分钟 再下一次 他可能就能准时了 是有一个有进步的过程的 那证明这个人讲的话 他其实也是可以相信的 就是他真的有在调整 对不对 那千万不要 我错了 我下次不迟到了 然后下次还迟到 或者是不迟到两次 第三次又迟到了 第四次又迟到了 然后借口又特别多 这样子的状况 你就可以判断 这个人其实 他没有一个真的想改的心 那多几件事情发生 多几次沟通发生 你就大致能判断说 这个人其实 你要让他去改变 他是很难的 他个性就是很难改变的 那这个时候 如果他出现重大的问题 什么出轨 怎么怎么样 你希望他去改变 那大家要打消这个念头 因为他的个性 就是不愿意改变的 小事情他都不愿意改变了 大事情 你觉得他会愿意改变吗 所以一旦出现一个 你不能忍受的错误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自己了 他是不会改的 除非你能忍这个问题 你能接受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说 你是不能忍的 他只要犯了一次 因为你前面 已经有那么多次的印证了 他小问题也改不了的 那他只要发生一次 你就要告诉自己 要认清 他就是不会改的 下一次 就没有下一次了嘛 可能你就要再找一个 另外的人 我可以分享一个 一个真实的故事 给大家听 就是曾经也有一个 咨询的案例 一个女生 他非常非常喜欢 一个男生 那个男生也非常有才华 然后外形条件也很好 但是这个男生 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就是他没有办法 在一个稳定的 两人关系里面 什么意思 就是我就算跟你谈恋爱了 你是我的女朋友 他也不觉得他需要 就是跟外面 其他的女生切断关系 因为这个男生 本身的条件也不错 也很吸引女孩子 桃花孕也很好 所以他一直会在啊 各个城市 可能都有一些 红颜知己啊 这样这样的 那这女生 最后其实 他是有嫁给这个男生的 但是即使他嫁给这个男生 男生依然没有改变 这个习惯 可是当时那个女生 他给到我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 只要男生没有让他知道 他就假装这件事情 没有发生 那你说他痛苦吗 他有他的痛苦的 但是感情里面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 我们不要去评判 别人的选择 但是我们要守好 自己的选择 就他已经认清了 他老公就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改不了的 不要奢望说 他会改变 就是这个男生 到目前为止 还是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就他都是没有调整说 我结婚了 我已经 甚至说 我已经做爸爸了 他还是没有改变 他还是原来的样子 所以一个人 是不是值得性爱 他是不是真的会去改变 你要从小的事情开始观察 那还有几种事情呢 就是只要发生过一次 就是没有办法原谅的 就是对身体有伤害的 什么意思啊 就是比如说像家暴啊 伤害你啊 就是会冻粗啊 这一些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从IV老师的角度来看 就如果说出现这样子的状况 我就是奉劝各位 要尽快的退出 因为这个对你的身心健康 是有非常大的伤害的 如果说未来还有孩子啊 什么的 其实那个伤害是一层一层的 我到目前为止 我都没有看到一个人说 他本来是有家暴的状况的 后来就彻底改了 至少在我以前咨询的状况里面 是没有出现过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很难改的 难改的原因 就是有机会我们再来探讨 可能也跟这个人 他以前成长的过程中的一些 环境啊 遇到的问题啊 就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啊 是有关的 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人 我们又不是心理专家 也没有办法治愈他 你只能先做到 先保护好自己 好吗 所以呢 今天的这个故事呢 有一点点重口味 也有一点点沉重 但是就是要告诉各位 如果说你遇到了 真的发生了这种原则性问题 你可以选择原谅他 但是你要清楚的知道说 我原谅他 我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和状况 我能不能接受 我能接受 那就勇敢去追 我不能接受 那就要勇敢的停止 希望各位在感情当中 都不要遇到说 另一半出轨的问题啊 睁大眼睛 好好去选一个值得信赖的伴侣 那还是一样的 如果你在感情上 遇到了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到我的Instagram里面 去PM我 留下你的问题 来预约我们的咨询哈 那我们的咨询是付费咨询啊 各位宝贝 通过在Instagram里面 搜索ivypan underscore 也就是ivypan underscore 然后PM我们 留下你的问题就可以啦 希望各位都有一个 甜甜蜜蜜的感情 大家都要好好谈恋爱哦 我是ivy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